深海龙宫 潜行无声 在海军各兵种里 潜艇兵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兵种之一 大屏幕上的这位三级军事长 就是我们今天影像制的主人公 海军某潜艇基地电工技师黄景磊 他担负着潜艇上的电力保障工作 荣获海军多项殊荣 被战友们称为守护潜艇神经网络的超级医生 采访中低调少言的黄景磊 是这么形容自己的军旅生涯的 路可以很短 一艘潜艇长不过百米 柴油机舱约占总长的六分之一 短短距离就是自己最长走的路 路也可以很长 从18岁离开家乡安徽富阳 到成为人民海军潜艇部队的骨干力量 自己走了18年 一路上见证了装备的不断升级换代 经历了直面强敌的较量 实现了弥足珍贵的人生价值 这条通向深海的圣战之路 他希望能够一直默默地走下去 追随父亲当兵的足迹 高中毕业后 黄景磊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火热军营 回想起入伍的第一天 带着父亲的军功章 他至今依然心潮澎湃 从小就没见过大海 一说大海军了 能看到大海 特别激动 特别向往 有些说了面勺大海 春暖花开 就想去体验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开的战舰在大洋上驰骋 那感觉是多么骄傲和自豪啊 带着这份憧憬和自豪 黄景磊开始了自己的潜艇探索之旅 然而 面对新艇员凤毛麟角的出海机会 面对极其复杂的系统管路 和自身薄弱的专业基础 如何快速完成 从新兵到合格艇员的转变 一下子给了黄景磊 很大的压力和动力 他钻舱室 摸设备 开启疯狂学习模式 成为同批新兵中 第一个出海的艇员 第一次出海吧 特别激动 兴奋 但一出去以后吧 一出港以后 经历了大风浪嘛 有点晕 有点晃 当时也吐了 不像想象中那么样 还特别难受 随着深度变化 但是潜到四十米的时候 挺着相对比较平稳 没那么晃了 当时我就有点害怕 潜那么深了 会不会进水啊 带我的班长看出来了 就拍到我肩膀说 不用害怕 这才多少米啊 我们潜了三百米都没事 别说这个深度了 放心吧 所以我当时就心里有底了 然后就做自己该做的工作了 黄精磊在日记中写道 潜艇就像海里的刺客 是孤勇的狩猎者 而这份静谜中 常有风险如影随形 不仅要有除变不惊的心态 更要有化解一切危难险峻的本领 他开始默默努力 钻研技术 周而复始 从各项专业比武中提升自己 在实际任务中检验自己 第一次比武是在我09年时候比武 那时候在一起 参加这个建立比武 第一次失利了 没比好 就是往后这个 只要有比武我就参加 就是一是锻炼我的心态 第二是锻炼技能 我当时就想 不拿第一不罢休吧 不管付出再多 我就要争第一 比武场上 黄精磊拿下一个又一个第一 光环背后 更让他看到了这条深海之路 挺进深蓝的特殊意义 他说 确保海底航行不出故障问题 才是真正的顺利 相比于做化险为一的侠客 自己更想当防患于未然的无名英雄 于是每次出海 一个学习资料包 一个自制工具包 成了黄精磊必备的航行伴侣 他还独立发明了 蓄电池业位报警装置 电器网络 设备放电装置 按电插头拔除工装等管装工具 及时有效地解决了 容易出现的各类安全问题 出海之前都要锻炼保养 保养完以后吧 因为好多设备里边 它有电容 它有纯粹有电 如果不放电话就会挨电 我就设计了这个放电装置 能看这个电有没有放完 这样更安全可靠 这条深海之路 注定充满常人 无法想象的孤独与艰难 也正因为如此 它才会变得独特 而又不平凡 挺进深蓝 远海威慑 做隐姓埋名人 默默无闻 巧无声息 干惊天动地事 除了胜利 一无所惜 成了黄精磊和战友们 心底最坚定有力的声音 一出航以后 与家人也联系不上 家里什么活也帮不上 就是我做明明电工吧 有家里的电 我从来没修过 都是找人去修的 因为长时间不在家 包括我小孩 当时我出航的时候 走的时候是这么小吧 那么长一点 但我回来以后就这么高了 但我回去以后吧 看了我就直躲 就是因为陪伴太少了 就看着他 就过一点不亲嘛 就是感觉特别心理 特别难受 有人想要不不干了吧 觉得对他们亏欠太多了吧 就想回去 但是呢 一回到部队以后 一说要出海了 但是心情又不一样了 想作为一个兵 就应该回到战尾 就应该这个制装大洋 想想之前甲午海灯的耻辱 外国从海灯这个侵略 我就更应该 设小家顾大家 有大家才有这个小家 十八年的漫长岁月里 一次次深海前行 黄精磊直面过强敌对手 经历过生死考验 但他和战友们 依然不畏挑战 不惧牺牲 将青春芳华 融入万里海江 在大洋深处 默默书写着忠诚与担当 我们执掌大国重器 巡航在深南大洋 备受各级关注 人民也对我们 有很高的期望 在骄傲自豪的同时 我感觉更要干好 自己的工作 不负重托 不负期待 不负我们这个 美好的新时代 采访结束的时候 黄精磊告诉记者说 没有谁走过的路 可以复制 但只要你坚定目标 就一定可以见识到 这条深海之路的绚丽多彩 见不到阳光的日子里 黄精磊养成了 写日记的习惯 不善言辞的他 把对家人的思念 默默写在了日记里 还有不到两天 就要靠码头 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可我还是睡不着 心里总是担心着 爸爸的身体 不知道心脏手术 做得怎么样 愿能平平安安 莲莲 这时候你和孩子 应该已经睡了吧 今天还是你的生日 真想能当面说一声 生日快乐 上次陪你过生日 都已经是五年前了 下次一定给你做碗 手擀面 还想回去和你说说 艇上的生活 艇内没有阳光 和清新空气 不分白天黑夜 艰苦 单调 寂寞 是每个艇员都有的感受 但是大家依然愿意为此付出 因为我们一起在 神秘的海底世界 共惊生死 共同成长 这些难忘的日夜 都是无法复刻的记忆 连你 谢谢你 遇到你 我才能安心地 去做我热爱的事业 实现一名潜艇兵的人生价值 晚安 爱你 黄景磊日记里的寥寥几笔 包含着一名普通军人 对家人的牵挂和思念 就像歌中唱的那样 他穿着那一身军装 他守卫在深海大洋 月圆之夜万家灯火 他却只能用思念回到故乡 赤子深情在胸中激荡 正是像黄景磊一样 默默付出的无数军人和军人家庭 用他们的一家不远 换来了祖国的万家灯火 是他们在边关戈壁 高原哨所 海岛边疆 大洋深处 铸就起这盛世的钢铁长城 在这里 向所有的中国军人和军人家庭致敬 谢谢你们 为祖国挥洒热血 谢谢你们 为人民遮风挡雨